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 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大家今天禮拜六的中午 準時收聽我們台北電台 為您播出的台北進行式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戴宇文 今天其實非常的特別 然後我們現場大概有 這是今天的來賓陣容相當的龐大 大概是我們節目開播有史以來 最多的來賓的一次 那為什麼這麼多來賓呢 我們今天有看到一些是 這個外國的臉孔的朋友 我們今天的主題是要討論 這個各國的防疫的狀況 那大家知道現在的整個疫情 也是持續的發展 雖然這個禮拜呢 台灣有這個零確診 雖然隔了一陣子之後呢 又出現了這個好消息 不過目前呢 也還是在疫情當中 也是大家也是不能夠鬆懈 要做好自己的這個衛生防護 勤洗手 戴口罩 那一同一同來對抗這個武漢肺炎的 這個病毒啦 好 那我們話不多說了 我們先來介紹一下 我們今天的來賓 在我旁邊這位是陳冠婷 冠婷好 副發言人好 冠婷也是我們市府的副發言人嗎 對不錯 不過我看有些媒體 或是有些網軍在攻擊你說這個 你掛復發言人 可是都沒有在發言 我想我們當然是在不同的工作執長 會有不同的發言的系統 那像是漁文 主要就負責市政 特別是一些社會政策啊 一些每天會遇到的媒體上面的詢問 那英文都會很辛苦的要去一個一個回應 那市長在我去年 前年吧 前年剛入府的時候就有分配我們的主要的工作 就是外交政策 城市交流 還有向這個國際世界的媒體發聲 那在過去的幾個月 那包含像是外交家雜誌 或者是波蘭的中央通訊社 或者是一些 我們透過一些系統 用西班牙文英文各種不同的管道 把台北市的一些政策也好 或者是跟姐妹市的交流也好 或者最近針對疫情的部分 那向世界發生 那大家也可以去查詢 那我們都有做這些事情 那只是說工作的內容不同 那大家會有不同的看法 其實我們當然都是會去尊重 我看聽起來這個工作是非常的不簡單 就是說我們如果從 傳統的發言人的定義來講 你可能已經超出了這個 就是更往前進一步了 畢竟台北是我們台灣的首善之都 那我想這個國際化還是很重要的 所以不只為台北發言 我看也是為台灣發言 非常感謝 那好 我們接下來是我們來自日本的朋友 叫做Kana Makino 我們講我們連錯 你好 你好 中文叫做木也加奈 是來自日本的朋友 你在日本的哪個城市 我的我來自千葉 千葉 千葉 各位觀眾朋友應該對日本熟悉 應該是清楚 千葉 也在第一波這個日本宣布緊急事態的範圍裡面 那等一下呢 我們再請這個木也加奈 來跟我們聊一聊日本現在的這個狀況 那在旁邊一位是我們來自澳洲的朋友 叫做Amber Flynn 你好 你好 中文名字叫做 林巧云 巧云 我看你中文很標準喔 沒錯 你在台灣長大了 你是染頭髮就跑來了嗎 你在台灣長大了嗎 哈哈哈哈 大概多久了 我今年是一月回來 不過我在台灣長大到12歲才搬到澳洲的 哦 所以到12等於是小學之前都在台灣 對 之後才到澳洲 現在是大學生 現在是大學生 OK 好 歡迎歡迎 那澳洲呢 現在的疫情也是持續的在發展當中 那旁邊呢 也是我們來自紐西蘭的朋友 叫做 哇 這個名字我實在是不太會念 你來自我介紹一下 你叫什麼名字 我的英語名字是Tabitha Wilson 中文名字是韋樂琴 韋樂琴 你好你好 歡迎你好 歡迎 那今天我們的主題是這個各國防疫大不同 我們來看一下各國狀況 其實每一個國家的防疫政策 都會配合每一個國家不同的政治狀況 法律規定 還有這些風俗民情 來去做一些調整跟因應 那不過呢 我們看到有一些像是 大家會比較熟悉的 像韓國 韓國的在篩檢的時候是用普查的幾乎啦 用很大量的這個社區篩檢的方式去找出這個感染者 然後再再來加以治療 那像日本呢 一開始是用比較重症的方式嘛 他們有全部去查啦 就是有重症有相關症狀之後呢 才來做篩檢 那比較特別呢 我們可以提到像巴西 巴西是一個非常大的國家在南美洲嘛 那他們的總統呢也也蠻特別的 被稱為叫做南美川普的這個 這個巴西總統啊叫做博索納羅 他呢一直跟人民宣稱 這個肺炎的病毒呢 只是一個不嚴重的流感 那他也認為說現在已經有特效藥 但是各位觀眾朋友聽眾朋友這個是錯的 目前是沒有疫苗也沒有直接可以針對這個病毒去治療的這個藥物 那不過呢這個巴西總統這樣子聲稱啊 他也認為說不需要這個保持這個社交距離啊 或是一些這個人民隔離的這些這些規定 這個算是比較特別的一個案例啦 那我們知道這個日本 日本現在已經進到緊急事態了嘛 我們首相安倍晉三已經宣布了嘛 在月初的時候 那現在日本的狀況是怎麼樣 你可以用日文說 好 我們這是國際化的節目 好 我們這是國際化的節目 緊急事態宣言が東京をはじめとした 七つの不都県に出され 現在外出自粛要請を 国民が今守っているという状況になっています そして娯楽施設等をはじめとした 日常生活に不可月ではない施設というのはほとんど 今休業していて そこでバイトなどをして お金を稼いでいる大学生などを中心とした人々が 今生活に困っているという状況が続いております 好 聞いた後 真的覺得我們節目是非常國際化 電台很國際化 我聽不到 不用沒有關係 大家不用緊張 我們是留學日本的措施 先講一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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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病毒疫情在東京 迅速的擴散 4月7日日本政府 首度發布緊急事態宣言 包括東京都神奈川大阪府等 都道府縣都有涵蓋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昨天好像全國都已經是這樣的事情了 不過要再查一下新聞 事態發展非常迅速 所以說現在大家 國民都在自術中 就是自我管理 包含一些娛樂場所 電影院 咖啡廳 現在都不營業 所以在那邊工作的大學生 就比較困擾 這個部分現在是日本的狀態 日本 對 也補充一下觀點 我們在日本昨天 在這個禮拜 事實上安倍已經宣布 應該是全日本都進到緊急狀態 變化非常困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狀況呢 是因為在前一天 日本的後生勞動省 他有公佈一些統計數據 這些統計數據是等於給全日本一個市警 一個警告 這個數據聽起來相當的恐怖 相當的這個令人震驚 那至於數據的內容是什麼呢 我們等一下下一段節目 回來我們馬上告訴你 我們進一段廣告 大家好我是賴權利副教授 首先要提醒有呼吸道症狀 慢性疾病或需進出醫院等高風險場所的民眾 請務必佩戴醫用口罩 且使用一次後繼續丟棄 那一般民眾在戶外或低風險場所 短時間佩戴的醫用口罩 能不能重複使用呢 依據本團隊研究顯示 用電鍋無水加熱可以達到殺菌效果 鐵經食藥署進一步評估 不會影響口罩的過濾效率 將鍋架及內鍋依序放入電鍋 再平放口罩蓋上鍋蓋 按下電鍋開關 等約3分鐘來自動跳起 再靜置5分鐘就完成了 每個口罩最多重複殺菌3至5次 急需丟棄 再次提醒大家 醫用口罩還是以一次性使用為原則 有破損、髒污或進出高風險場所佩戴的 醫用口罩 用過後請丟垃圾桶 好,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繼續回來我們在台北進行室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戴于文 在我旁邊是我們今天的來賓陳冠婷 然後在旁邊是我們來自日本的朋友 木野佳奈 還有來自澳洲的朋友林巧雲 跟紐西蘭的這個韋樂琴 好,我們剛剛談到這個日本 在這禮拜已經宣布 全國幾乎已經進到了這個緊急狀態 那主要是依據這個日本的厚生勞動省 他們有宣布了一個數據 他們認為說如果沒有再進入這個 比較斷然的措施的話 日本會有這個大量的這個民眾 進到這個重症的狀況 大概數據是多少呢 他可能認為有85萬人 是重症 不是確診 是重症 就85萬人 那其中呢 有半數會死亡 也就是將近42萬人左右的 可能會因為這次的病毒而死亡 那因為這樣的數據 這不是民間的數據 這也不是哪一個學者推估出來 這個是日本的厚生勞動省 他宣布出來的 那基於這樣子的一個市警 所以我想首相安倍晉三 他也就宣布進到一個全國的緊急事態 那緊急事態跟一般的封城 有什麼樣的差異啊 是也是全部都不能夠出來嗎 比如說上班上課都要停止嗎 日本現在的狀況 欸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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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長が軽い若者たちは検査をして 医療従事者の負担を増やすよりも 自宅で要請していた方が良いというのがまず考えの一つ あともう一つはオリンピックを意識していたというのがすごく大きくて やはり日本はオリンピックのためにすごく準備をしてきたので オリンピックを延期させたくないという意味合いで 所以感染者数を少なく見せるようにしていたのではないかという説があります オリンピック延期後になって検査数を増やし始め また緊急事態宣言を出したので 私はこれはオリンピックの延期を早くから覚悟しておいて 早くから緊急事態宣言を出すべきだったのではないかなと思っています 主要是先針對這個オリンピック的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有沒有覺得說這個關於緊急事態的宣言會不會發布的太慢 對啊 我看有些人是反映說好像太晚了 之前是為了要辦奧運 有些人這樣認為是不是這樣子 那他的回應就是覺得說 因為他自己有在做一些研究嘛 那他認為說這個當然一部分是有一些奧林匹克的懸念在 因為大家只有這個意思 因為這是日本的大事 那當然是希望說能夠有順利能夠辦成 所以在前期的部分 當然有一部分他認為說搞不好會有這樣的考量 那當然另外一個部分就是前期之所以沒有這個 這個一開始就沒有發布緊急事態 是因為他們也擔心說醫療有崩壞的可能性 那所以一開始他們的政策是希望輕症的人能夠以流感的這種方式去處置 先讓他們回去這邊自我隔離或者自我檢疫 然後讓重症的人能夠可以快速的去接受治療 不過因為就是這部分的處置 其實每個地方的民情不一樣 沒有人能夠預測這個病毒到底會變成怎麼樣 所以當然是會有一些代價跟後果就是放在於你講的 就是現在的這一個 這個這個快速擴散 然後狀況是變得比較緊急這樣 是是 那我看這日本的狀況是已經進到一個比較危急的狀況 那後來因為櫻花季的關係 所以有些確診案例開始往上飆升 沒有錯 對 那我看澳洲的部分澳洲是不是聽說也有封州是不是 封州的狀況 沒錯 現在澳洲澳洲有六州 然後兩領地 除了一個領地跟兩個州以外 全部都封起來了 那封州的狀況跟 就是說大家都不能出去嗎 就是上班都不能出去 封州的話就是說 其他州的人不可以進入 有封州的地方這樣子 除非他們是有政府發的許可證這樣子 對 那在封州裡面的話 就是希望民眾除了 除了上班 上班然後採買物資跟運動 還有就醫的話是不可以出門的 嗯 除了這個上面之外 對 沒錯 不可以出門 對 還包含運動 呃 包含運動沒錯 這個算是比較特別 就運動可以出去 對沒錯 那你運動的話 其實出門的話最多一次只能兩個人 那運動的話主要是說 還是要保持社交距離 啊盡量不要在人多的地方運動這樣子 是是那你覺得逛街是不是運動之一 逛街 在 逛街在政府那邊應該不算是運動 哈哈哈哈 對啊其實還是提醒大家 不管是國內國外都一樣 就是說 如果你非必要是盡量不要出門 如果出門的話就戴口罩 然後保持社交距離 澳洲目前的確診的狀況 我看將近這個7000位的確診的病例 好 那澳洲的算是鄰居 我們紐西蘭 差不多1000多位的確診病 不過目前看起來這個 致死率都是比台灣還要再稍微低一點的 好 那這個紐西蘭的狀況是怎麼樣呢 我們熱情 現在紐西蘭跟台灣的情況一樣 他們越來越好 但是我們全國在隔離了三個星期 還有一個禮拜就可以開始討論未來的計劃 但是我們政府說最後兩天先會決定延遲 因為情況每天都變 由西蘭國家設行駕駛令 政府以採取限制公共活動 關閉學校餐廳等等公共場所 並同時保持大家兩公尺距離 減少社區病毒傳播 兩公尺 所以紐西蘭要保持兩公尺的社交距離 比台灣還要再遠一點 你們現在都還是學生嗎 對 大學生 學校或是研究生嗎 還是 我是學生 學校停課了嗎 你們在澳洲的學校現在有停課嗎 我們澳洲的學校現在是 大學的話是採取線上上課 那澳洲現在是 就是大學以下都是 School holiday 就是我們一年有放四次的假期這樣子 那目前是假期 那之後的話總理有說希望是 除非父母親一定要去上班 然後小孩沒辦法自己照顧 才要帶到學校 不然其他的學生應該是可以在 前 學期的前五個禮拜 是在線上上課這樣 都直接在線上做視訓的上課這樣 那日本呢 日本的學校現在有 有停課了嗎 還是還是持續的在上課中 日本的大學也延期了 所有大學都在五月中旬開始 在五月中旬開始 在五月中旬開設的大學 大學也有多大預算 現在當然日本的大學院校 也是延期的狀況 那有些是五月中旬 可能包含就像是在線上 雲端上面學習 都是可能的選項之一 但是如你剛才所講的 現在全部全國緊急事態 不知道會變成怎麼樣 了解 今天就前幾天 安倍宣布的緊急事態 是要到五月 我看一下五月初 好像五月六號之後 目前是暫定到五月六號 那當然之後會再看 這個疫情的狀況做調整 不過我看大部分的這個國家 現在都開始做一些 這個社交隔離 就是說 就是說讓大家盡量都待在家裡 因為現在的這個病毒 是沒有特效藥 也沒有疫苗可以預防 所以目前看起來最好的方式 就是盡量讓大家都待在家裡 那每一個國家稍微有些不一樣 比如像澳洲可以出來運動 這個蠻特別的 那因為大家都待在家裡 所以我看整個經濟的狀況 其實是被受到嚴重的衝擊 那像是澳洲 澳洲的總理呢 這個莫里森 Morrison他呢 有出來公佈一個數據 他認為說如果疫情持續到這個六月的話 可能會有10%的這個失業率 失業率到10% 那我看總理也很感慨 然後他認為說這個數據呢 是相當令人心碎的一個狀況 那澳洲現在的這個經濟的狀況 大家的狀況 目前就你來看起來 澳洲一直以來都是一個非常喜歡補助的國家 所以補助嗎 對 沒錯 政府會提供很多補助 所以照現在看來的話 我覺得政府應該是以就是 確保大家經濟沒有擔憂來 進行就是他們的防疫措施這樣子 因為如果大家不擔心經濟狀況的話 就比較不會有想要出門的念頭 那他們現在是提供 如果達到澳洲政府標準的話 每兩個禮拜可以領550塊澳幣 再加上平常的補助 然後還有一個一次性的 170...175... 對...750塊的澳幣的補助這樣子 所以你剛剛說550元的澳幣是 每兩週就會發放一次 就會直接壞到你的銀行 它是有資格的限制嗎 就有一種比如說是 這個中低收入戶啦 比較貧窮的這個人可以拿到 還是說都可以拿得到 不是都可以拿到 你必須要去申請 那申請的標準的話 就你每一個人年齡階段其實有差 因為有些是學生可以領 那學生你可以領 那失業者可以領 然後還有就是看你 主要是看你的經濟有沒有 因為疫情而遭到波及這樣子 嗯嗯嗯嗯 所以還是有一些這個條件 有很多門檻 那其實像台灣也發了很多的這種 這個算是補助啦 或是振興經濟 那就是台北市也做了很多啦 有一些這個其他 有一些相關的這些振興啦 跟紓困的這些方案 那如果各位聽眾朋友有興趣的話 我們可以上台北市政府的網站 上面都有相關的資料 包括研稅啦 減租啦 減稅等等 台北市政府呢 都有在配合中央之外 我們還有加碼 在多做一些事情 是希望大家可以 度過這次的這個疫情 那我看除了這個經濟 受到這個衝擊之外 有很多的物資 其實在 在疫情期間 大家都會很 很緊張 想要去多怎麼樣 多搶購或是多囤積一點啦 那前一陣子台灣是搶衛生紙 大概在確診破 大概100例左右的時候 大家比較恐慌一點 所以去搶了衛生紙 那不過比較重要的是 口罩跟酒精的部分 那我看日本 日本的這個因為疫情 看起來是比較嚴重一點 那他的口罩呢 好像是不是已經不太夠用了 因為我看有媒體報導 這個醫療用的口罩 第一線的醫療人員 他發的N95是 後生勞動程是希望 他們可以重複使用 是不是現在在 一般的這個日本的 朋友如果在 想要拿到口罩的話 現在的口罩的狀況 在日本是如何 在平安館方面的 適用 同時無算的 蘭化 商環不足 其他媽妳ihin 也保護 那麗酷喔刀 他是掂外國 эконом 真的 在永遠的 自訂 是 來紐 拿瑪 劇 這麼 所以, 那些衣服的衣服是洗剤用再用的衣服, 所以, 首先, 這兩款衣服的衣服, 今後, 在這兩款衣服的衣服的衣服, 是未必的。 而且, 家庭, 中學校等, 小學校等, 小學校等, 有優先的衣服的計劃。 首先就是先對一般人來說, 其實日本人跟台灣人一樣有戴口罩的習慣, 那當然是因為最近很多地方藥局其實基本上也是賣完了, 但是也不是全面性, 還是有一些比較疫情比較沒有那麼嚴重的地方的藥局, 還是可以買得到。 不過因為這個口罩的缺乏, 所以日本政府決定每戶就是發送兩個布支的口罩。 它不是一次性的, 它是需要洗滌, 之後可以再利用。 那至於說是多久發一次呢? 那當然是很遺憾, 但是反正就是現在小學初中高中, 這些學校是優先發放, 所以他們還是有持續的優先性, 就是還讓小朋友兒童第一。 然後還有當然對社工啊, 對身障者, 對看護設施的這些身體不自由的人士, 也會在試院上去發布布口罩。 但是其實, 我是覺得我們還是用能夠幫助別人, 也不是用比較三效的方式去看待其他政府的作為, 因為也是大家都在面臨一樣的挑戰。 對,確實。 所以台灣因為這個生產線全開嘛, 所以我們也在近日捐了200萬個醫療口罩給日本。 好,那我看澳洲跟紐西蘭應該也有同樣這個口罩的情形。 那我們等一下下段節目回來, 我們來稍微了解一下澳洲跟紐西蘭他們口罩跟防疫物資的狀況。 我們下段節目馬上回來。 大家好,我是小兒科醫師陳慕榮。 全球武漢肺炎疫情快速變化, 相關防護措施也要配合升級。 出入人多的公共場所, 要遵守政府防疫社交距離注意事項, 才能妥善防疫讓你我都安心。 提醒您, 搭乘所有大眾運輸工具時, 務必做到以下事項。 一、全程佩戴口罩。 女勸不聽者, 最高可處一萬五千元罰還。 二、配合測量體溫。 三、避免交談。 四、不要飲食。 出入公共場合時, 請保持室內1.5公尺, 室外1公尺距離。 若無法維持社交距離, 請全程佩戴口罩。 感謝您的配合, 也請大家給第一線服務人員支持與鼓勵。 不要讓防疫的距離影響你我, 新的距離。 第一線服務人員。 哈囉,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大家好, 回來繼續鎖定我們台北進行事。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大於文。 在我旁邊的是我們今天的來賓陳冠廷。 還有來自我們日本的牧野佳奈。 還有我們澳洲來的林巧雲跟紐西蘭的韋樂琴。 歡迎大家好。 那我們今天要討論的是各國防疫的不同。 剛剛講到日本的口罩很缺乏, 所以台灣在前幾天捐了200萬個醫療口罩 給日本來做緊急使用。 那在澳洲的狀況呢? 在口罩方面? 澳洲現在是非常缺乏口罩, 不過沒關係, 因為澳洲人民也不太相信口罩的有用處。 平常沒有在戴口罩? 平常絕對沒有在戴口罩。 感冒也沒有在戴口罩。 通常你在澳洲路上看到戴口罩的人, 你們會覺得是? 一定是亞洲人。 一定是亞洲人。 不過因為澳洲缺口罩, 所以澳洲的政府有說, 除非你有病狀, 不然不要戴口罩, 你待在家裡就好了。 那口罩發給醫療人員最好, 這樣子。 對,目前就是說沒有病狀, 病針的話, 就是不用戴口罩。 那紐西蘭的狀況呢? 現在政府要求醫務人員必須要戴, 但是在紐西蘭有一個科學家不建議普通人戴口罩, 他說如果更多人戴口罩, 他怕人們有安全感, 會忘記其他的防疫措施。 對, 是沒有特別呼籲一定要戴口罩, 那紐西蘭的狀況。 那台灣其實口罩量相對, 我看產能有提升, 一天的產能都可以到上千萬片的口罩, 不過現在有網路上可以購買, 你們在台灣怎麼買口罩? 你有健保嗎? 有這樣子的健保的資格嗎? 如果沒有的話, 你們的口罩是怎麼樣子來的? 我從紐西蘭來之前就... 就準備了, 準備了充足的口罩。 那我看紐西蘭有一個總理, 前一陣子在台灣的鄉民被推爆了, 就是阿爾登總理, 因為他有稱讚台灣的防疫, 那他是說要跟隨台灣防疫的腳步, 我看紐西蘭的狀況也算相當的不錯, 目前看起來病例數差不多在一千多, 致死率在0.8, 比台灣還要低, 那你們一般人民現在對他的狀況, 對他的感覺, 在防疫期間的表現, 你覺得怎麼樣? 這樣我用英語說吧? 好啊,沒問題, 我們是國際化的節目,放心。 所以Jacinda現在, 我們都覺得她是做得很好的工作, 因為她很快要行動, 所以當我們遇到一百人感染, 她關掉所有的環境, 全部都關掉, 所有的商業都關掉, 最多的時間, 她最多的時間, 最多的時間, 她已經有80%賠償剪, 而且即使這還沒有影響, 這還沒有影響到政府的經濟, 這還沒有聯絡, 這還沒有聯絡, 好,那她跟她說, 紐西蘭人現在都非常讚賞他們自己的總理, 那總理的話, 是希望可以跟隨台灣的腳步, 那在紐西蘭有一百例確診的時候, 她就把紐西蘭的國界封住, 就是除了, 應該是代表就是說, 除了公民跟居民以外不能進去, 那她還有就是為了顯示她跟人民一起共患難的態度, 她也最近宣布她要減薪80%這樣子, 自己減薪, 沒錯, 對, 然後顯示就是說, 就算人民的經濟就是可能有受到打擊, 那她的經濟也會受到打擊, 她會一起帶領大家防疫跟走過這段時間這樣子, 所以顯然每一個國家都在這個疫情當中是, 可以說是水深火熱, 不過我想很多的這個領導人, 也是他展現他領導力的這個關鍵的時刻, 那剛剛有提到說, 紐西蘭有做這個邊境的管制, 那澳洲有嗎? 外國人現在可不可以去? 澳洲的話現在, 除非你是公民或者是居民的話, 你也是不可以進去澳洲的, 那可是就算你是澳洲人, 你回到澳洲的話, 你現在一定是要在政府提供的防禦旅館居家隔離14天, 是, 所以不是國籍的不能入境, 外國人不能進, 可是有澳洲籍的入境之後, 要到集中的旅館去檢疫14天, 那這也是台北市政府一直呼籲中央, 就是我們很多其實從國外回來的國人, 現在是居家隔離, 但是居家隔離其實有一定的程度, 是比較難去掌握他們的狀況, 所以我們還是呼籲說, 希望中央可以趕快拿出辦法來, 我們讓可以回國的這個國人同胞, 可以進到我們的這個防禦旅館, 可以集中的來做這個隔離檢疫, 這樣子我想對他們自己, 對他們自己的家人, 對我們整個防疫的防護網, 也是比較有幫助的, 那日本會有限制這個外國遊客進來嗎? 就是不是日本, 我不是日本國籍的, 我現在可不可以去日本? 在約80個國的, 24日以內, 在滞在歷史上的外國人, 都不能進入日本, 這就是日本的水際対策, 在80個國中, 台灣也有在80個國中, 現在大概有80個國家左右, 那現在是有一些相關的限制, 那就是說如果你有在在外的, 就是有在疫區的話, 其實他們的管制方式, 也是類似我們之前全面封關之前的做法, 那就是會有針對風險的管制, 哪些是一級二級, 或者是不同等級的去做調整, 對, 對, 這是我家台灣在大概過年後, 那一段期間的一個做法, 就是說按照不同國家疫情的狀況, 去分這個入境的等級, 那不過台灣在最近已經是全面, 講封關的, 就是外國級的旅客是不可能入境的, 那如果你是台灣級的是可以進來, 那不過我看這個很多國家, 因為疫情現在是全球爆發的狀況, 很多國家都是召回自己的公民, 不管是在國外旅遊的, 和工作經商的, 都是希望他們可以回到自己的國內, 那你們有碰到這樣的狀況嗎? 比如說日本政府和澳洲政府, 有沒有要把你們召回去? 有沒有收到這樣子的訊息? 澳洲有沒有? 澳洲的話是有, 你如果有領澳洲政府, 特別是外交部提供的獎學金的話, 是一定要回澳洲的, 等於是拿公費, 就是政府等於說有資助你, 成為你的衣食父母的話就一定要, 就一定要回去, 一定要回去, 那紐西蘭有這樣的狀況嗎? 你有收到你們的政府, 希望你們可以回去紐西蘭嗎? 有啊, 有嗎? 你們也有這樣子? 有啊, 那日本有嗎? 日本也在政府, 他們在美國沒有進入過後退了, 說的, 有多了要求的, 在日本人上不可能。 我們在社會中央的學生中, 我們在社會中央的學生中, 我們在社會中央的學校中央的學校, 市民也有很多有很多的學校中央的學校, 那些日本學校中央的學校中央的學校, 很多人也有在日本學校中央的學校中央的學校。 政府上面只是說一些勸告, 希望他們能夠回國。 那但是這些有些大學, 有些大學, 日本的大學是強制希望他們回去 所以也有一些日本的同學就直接回國了 也是有啦 那當然大家剛才也講說 現在台灣的狀況是比較安全一點 也有很多人用這樣的方式去爭論 所以強制有些是用呼籲的 像巧威你不回去你有什麼理由 我有跟我們學校是有希望大家回去 不過我有跟學校說就是我是台灣公民 那加上台灣的疫情控制的 比澳洲明顯的好的很多 那他們學校也是有回覆說 他也覺得我在台灣比較安全 那他們是就是一次性請大家回來 那如果你真的覺得你在的地方比較安全的話 那你是可以跟學校討論的這樣子 確實台灣應該相對是安全很多 台灣應該是安全很多 不過還是要注意啦 還是要嚴正以待 那畢竟這個病毒看起來感染力是非常的強 那甚至有一些這個專家學者 他也建議說說在2021之前 這種疫苗是沒有應該是比較不容易被發展出來 那在這個之前呢 大家都還是要做好這個防護的這個準備啦 那我們現在呢 除了看到整個疫情的發展之外 你們的家人會不會擔心 你們畢竟這個風格兩地嘛 那也沒有辦法常常見面 那家人會不會擔心你們 你們的家人現在在那邊的狀況是怎麼樣 比如說在我們在有些物資會被搶購嘛 比如說最簡單你在家裡面你可能要吃飯啦 你可能要一些日常用品啊 這些的狀況是怎麼樣 紐西蘭那邊呢還好嗎 你們家的狀況 你們家人的狀況 你們家人的狀況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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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們的家人也會在家裡 他們家家裡都還過得還不錯 不過無聊現在不能出門 可是他們現在有一個很大的後院 所以他們現在就忙著做園藝這樣子 有很大的後院可以做園藝 那澳洲呢 澳洲的話 我父母是希望我待在台灣 那我們家也是也有一個花園 所以他們也是在做園藝這樣子 然后偶尔就是偶尔出门采购物资跟去圆艺店 去买更多的植物回来 所以我们看澳洲跟纽西兰它这个地比较大 很多的这个外国朋友在澳洲在纽西兰 其实有自己的庭院 这个相对来讲这个活动空间就会比较多一点 就会比较舒适一点 那在日本的状况呢日本应该是地下人稠 就是说人口会比较稠密 其实跟台湾的状况比较差不多 那日本你们你在日本的千叶嘛 那边的状况你们家里的状况还好吗 我家里一直在家里的状况 父亲在家工作 母亲也一直在家里的状况 那当然就在日本嘛工作有限嘛爸爸在家工作 妈妈也就不能出去 很多在外面就是做一些 在打工的朋友们也不能出去 整个就是非常无聊的状态而且又没有花园 对日本应该是比较比较那个空间比较瘦 比较小的对对对 那你们现在一天 也不是一天是只有发一户只有发两个口罩 对那如果一家人比如说要出去采买 那怎么办只有两个口罩 不够不够如果一家人可能你看到爸爸妈妈啦 那个小朋友那这样像你们一个两个这样子的口罩的状况 可能会是是有缺乏的嘛 那在这样子的话整个整个社会上来讲整个民心上来讲 是不是会调我们这个流日的硕士 你发表一下你对你对日本的这是防疫的状况的看法吗 我觉得当然就是因为每个国家的状况不同 尤其他们是一亿两千万人的大国 然后也不是说一个命令下去 然后全国就是因为他们毕竟紧急事态这个东西 也不是也是算是这个前所未有的状况 那我不会觉得说日本的做法一定是特别不好 我们一定是最值得大家效法 因为国情不同习惯也不一样 那在过去他们主要面对天灾人祸的时候 其实很多时候就是社会的力量是非常强 包含这个各社区然后自己的家庭都会有做一些储备 所以面临危机的时候除了政府去协助之外 个人也付出个人的一些责任跟义务 所以他们在自诉的时候没有任何的强制性 但是你可以看到街头上的人就是烧了很多 所以与其是说当然政府可以做的东西很多 那也我们台湾当然是包含中央地方 大家都做出很多的贡献 但是人民还是这个在面对危机的第一线的 每一个人民都是有一定的责任跟义务在的 所以我会觉得说他们做的还可以 但是也可以多多跟我们交流 然后看看我们有什么样的好的SOP 也可以分享给他们 对 是就像冠婷说的一样 我们是防疫不会是政府的事情 也不会是我们这个防疫第一线同仁的事情 是全民的事情 全国人民 从这个从上到下都应该一起来做好这个防疫的措施 那我们今天时间非常的快 节目已经进到了尾声 然后我们希望下次呢 如果还有机会呢 我们可以来聊一聊其他的议题 不要再聊这么严肃的这个话题 那节目最后呢 也还是提醒各位听众朋友 要做好自身防护 戴口罩 保持好社交距离 勤起手 那早日呢 脱离这个病毒的这个疫情的状况 那我们是台北进行室呢 今天就进行到这里 我们下周继续 谢谢 拜拜